这个设备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了非常低的噪声和非常低的温度的这么一个环境 把这个处理器包裹得严严实实 每一个比特都会有它的控制线引到外面的我们这高精度的电子学的控制系统上面去 这是整个的一个架构 当然它的难度就在于每一个比特都是一个单量子态 非常非常的脆弱 也非常非常容易受到扰动 在那个九张号里面 它为了算这个高丝波色采样 用我们国内最快的计算机 只能算42个光子 42个光子把它算完需要用的电是200瓣 也就是说你就有这么多碳排放了 但是在我们的实验室可能几下子就算完 消耗的电量就可能跟你家里的电灯泡差不多 这就是说对能源的消耗上会有巨大的改善